哈囉小布蝶 我們這次要來上的課是有關於成語喔 一開始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來進行個遊戲 成語猜猜看 看到左邊這張圖 一個和尚 拿他頭上冒著一把火 然後你看看這個和尚的鐘板 有沒有很像西遊記裡面的唐三丈 唐三丈頭上冒一把火 猜一句成語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火冒三丈 火冒三丈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形容一個人非常憤怒 我們來舉個例子 小明這次考試考了零分 但是他卻對媽媽說謊 後來這個謊言被媽媽戳破之後 媽媽氣得火冒三丈 然後來看右邊這個圖 你看右邊這個圖 這個三是反過來的 這個四是顛倒過來的 然後再從這下面這些字啊 給你的提示中 你能猜得出這個成語是什麼嗎 嗯 答案就是顛三倒四 天山倒四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一個人的神智不清 或是他說話做事沒有順序 然後他有一些相敬詞 他相敬詞是亂七八糟啊 語無倫次這些的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嗯 我這次介紹的是長相片 就是可以來形容女生啊 男生他的外表是長的如何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成語 成語落葉 他本來的意思是說 魚鳥不會分辨 分辨不出來美跟蟲 所以他就算看到很漂亮的女子 也是會趕快逃走 因為他怕人 不過這後來被形容說 女子的容貌漂亮 就是一個女生長得很漂亮 那我們來看一下成語落葉 他指的 他要指的是中國四大美女的其中兩個 我們先來看看成語 成語指的是西斯 他相傳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啊 呃 吾國為了把 吾國把滅 越國滅了 然後他抓了越王的 越國的王嘛 就勾劍 然後勾劍為了要報仇啊 他就開始握心腸膽 然後就是降低吾王對他的戒心 然後他後來知道 勾劍 後來勾劍知道有位美女叫做西斯 他就想要把他送給吾王 用美人計來把他打倒 然後所有看過西斯的人都覺得他太漂亮了 甚至有一次西斯到了河邊去洗衣服 連河裡的魚都看到他傻眼 忘記游泳 變成了成語 這就是成語落葉的成語點 是不是蠻瞎的 魚兒竟然看到人長得太漂亮 還忘記動 然後我們先來看看落葉 落葉指的是王昭君 王昭君是相傳在漢朝漢原地的時候 好 邊疆跟漢朝跟北方的匈奴 他們常常起衝突 因為一個是漢人 一個是遊牧民族 所以他們的習性不一樣 然後漢原地為了鞏固他邊疆的安危啊 就是不要讓他們在吵架 他就決定把王昭君 嫁給匈奴王 不過這個實際上來說應該是匈奴王啊 他叫那個善魚來請求和親的 然後昭君就是想說這可以救國家 所以就自願嫁給匈奴 後來王昭君要在離開漢宮的時候 漢原地看到他太漂亮了 本來想要把他留下來 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 修奴就會很生氣 他會發動戰爭 所以只能讓他嫁出去啦 後來在嫁出去的路上啊 天上的鳥看到他太漂亮了 所以就忘記飛掉下來 所以王昭君就有落雁的稱號 這是不是蠻瞎的 真的是蠻誇張的啊 鳥竟然看到人太漂亮了 然後忘記飛掉下來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先上到這裡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哈 掰掰 我們下次見 還會看到 我們下次見